哈喽大牙,我是风云 有好友媒体包括了第五代本田CRV中期改款车型在美国东部的录制叠照 从图片来看,在前列部分,新车前登山与现款车型保持一致 最大的变化出现在前包围部分 包括新样式的T型下部型气口,新样式的雾灯框,以及前轮廓线灯 车身造型并无改变,仅换装了一款新样式的花瓣型五幅轮圈 后者在测试车上采用了雅光黑色涂装或用于伪装 车位部分,尾灯在保持内部灯枪结构不变的情况下 将原有的白底区域变更为了黑底设计,看起来更加运动 同时后包围造型预计也将有所调整 包括新样式的底部反光板 另外,新车的双边共两株式排气,由现款的圆形设计变为了倒梯形 且位置更低 动力旁边现款玫瑰版CRV提供1.5T、2.0升两款直列四缸发动机 最大功率分辨为190马力和186马力 传统系统匹配CVD部箱 不知道这车多久发布呢 由华媒体拍摄到了一组全新一代西亚特LEON的类似铁罩 可以看到新车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 例如全新造型的30多功能方向盘 全复式中控屏以及下方横向的空胶触控口 让新车看上去更加年轻 同时据外面表示该车或将采用全翼镜仪表 同时其中央将提供一个地图显示区域 回过外观 新车整体依旧采用偏向运动风格的外观设计 扁平的千戈三造型 尖锐领利的大灯组以及下方一式贯穿式的进气口 均显出该车的年轻运动的一面 同时整体结合圆润的尾灯配合后窗上方的尾翼 让其尾部看上去十分警测有力 动力后面除传统动力之外 还有可能会加入插电式混动车型 成为西亚特7下10款插电缓动车 新车将U2019法兰克普车展中正式亮相 对这车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 一组全新大众高尔夫GTI车型的路式叠照曝光了出来 从外形来看 新车依旧处于伪装中 即将基于第八代高尔夫打造 测试车的中网采用了经典的蜂蜂网状格三 并配备了更大尺寸的轮圈以及更宽的轮胎 在车尾部分有着双边共两处的圆形都格排气 类似使用了极简化的设计 触控胎采用了缓抱式的设计 营造出较强的科技感 同时新车将配备最新的平底式三伏式方向排 和全新设计的电子换挡杆 动力方面新车将继续搭载四缸无能增压动力 其最大输出将突破304马力 这动力还蛮逐步呢 BRD官方发布了一组全新型燃油版车型的官图 后果方面新车延续了BRD追根Face的家族式设计语言 厚重下压的车头与引擎盖上四条立铁丝线条组合 达造出俯冲的视觉效果 而矩阵是LED前灯与日行灯组 让该车看上去十分精神 同时该车与磁剪发布的EV版 执行最大的区别在于中网的造型 由EV的点阵式更换为了横条普世 进一步强化了其前脸的横向延伸性 侧身侧面粘贴采用了多摇性的设计 达造出层次感丰富的侧颜 同时其所配备的深色双五色轮圈 视觉效果更加出色 尾部用紧及有力的线条 勾勒出了多变形的尾灯组 配合身方宽测式的多个尸条 以及中央和保险杠处的双T型造型设计 让该车层次感得到了巧妙的提升 多两方面 该车将搭载1.5升直安系接发动器 但具体参数官方目前并未透露 作为参考 现款型Pro所搭载的1.5升直安系接发动器 其最大功率为109马力 封轮距为145牛米 有媒体曝光了一组新款奥迪S4的路式叠照 后果方面采用了奥迪家族最新的设计风格 更加扁平化的六边形前隔山 搭配蜂窝式的内部元素 让新车看上去更加时尚 同时该车的前隔山与前发动器 双盖交汇处还加入了一条进气口 与此前亮相的全新奥迪A1相似 两侧进气口由现款类似U型改为了四边形设计 并在边缘处加入了较出的多个元素进行点缀 尾部全新的尾灯柱设计风格更加靠近奥迪A6 同时其还在多处加入了度个元素 而双边控四处的排气布局也彰显出该车的运动气息 后来方面将同时提供3.0TFSI和3.0TDI两款发动机 最大功率分辨为354马力和347马力 风球具备500牛米和700牛米 相同方面均匹配8速自动变速箱和Quatras去系统 性能表现方面 柴油版的白光能加速为4.8秒 其油版的为4.7秒 你会考虑改车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关注微角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